嚇我受贏 你怎麼沒料啊 欸 老闆關什麼 你說我老闆沒料 那你喜歡惹什麼啦 對嘛 三分半一鏡到底 蔡震南與盧廣仲 電視劇中演父子 兩人搭水狗 取景地點在台中龍井區 瑞錦路巷弄 兩部機車在此交會 各自Hold住水平 還能持續穩定 操架向前 實際開入巷弄 對象民眾得側著身 鎖小腹才能交會 萬一兩台大車同時開進來 只能看誰先快啦 哪一項先快 然後誰要讓這樣子 像類似砂石車啊 還是水泥 混泥土那種水泥車 他有時候不曉得導航 是帶大車卡在路中央 就因為這樣在七月上旬 這個路段兩端增設雷達感應器 50公尺前便能偵測到車輛進入 這時另一頭的LED智慧路標 開始閃爍 秀出對象來車字樣 提醒用路人愛注意 我有觀察 別有改善 改善什麼 測量這個路段路幅最狹窄處 僅3公尺 情方統計光上半年附近發生8起交通事故 又是民眾匯車卡項進退兩難 靠智慧路標提前預警 靈感來自地下停車場車道感應器 如法炮製運用在馬路上 目前台中市共有五處以裝設智慧路標 經費比紅綠燈來得省 也讓這條150公尺長的蜿蜒巷弄 不再上演如黑洋白洋過橋 誰要讓的尷尬情節 三連兄 楊敬晨一姐 台中報導 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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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